娱乐第一眼八卦新看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娱乐第一眼 泰国国王马哈最近一直在为接班人的事情而感到烦恼 这位国王虽然顽固 却也明白这个决定关乎到王室的未来 所以非常谨慎 大体上是想让提帮公王子上位 而在辅佐人选上呢 马哈想到过苏提达王后帕查拉公主 如今更加倾向于失灵同公主 也正是因为这个选择 帕查拉公主背后的预困家族终于坐不住了 他们布局几十年最终帕查拉公主 如果一无所获 预困家族的利益无法保证 最近我们能够看到宋沙瓦丽王妃的亮相评词明显增加 她开始和帕查拉公主配合做功德 而帕查拉公主年轻时候的美照 也是活跃在泰国的社交平台上 如此看来泰国王储之争依然有悬念 马哈一直都倾向于让提帮公王子成为泰国王储 伴随着小王子的成年 这个想法也是越来越明显 为了凸显提帮公王子的地位 我们看到马哈有意降低 帕查拉公主的地位 这位姐姐在活动中都没有资格走红毯 出席活动不仅要在提帮公王子的后面 甚至在拍照片的时候还要跪在提帮公王子的身边 不过这些对帕查拉公主来说都能够接受 她只要可以在王室之中有自己的用武之地就可以了 但是对于玉昆家族来说 如果帕查拉公主成为一个闲散公主 她们是无法接受的 帕查拉公主在这个时候会感到有些身不由己 她因为孝顺了可以接受马哈的安排 但是有些事情并不是她能够做主 所以这场看上去没有什么悬念的王储之争始终掺杂着悬念 对于马哈来说 她面对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子女 还要对抗其背后的力量 施灵通公主辅证或许能够让其他势力呢 隐忍一时 但是施灵通公主的年龄也不小了 这也不是万全之策 而玉昆家族开始了 马哈元佩和帕查拉一场一鹤 王储之争悬念 大马哈在这场王储之争中陷入了困境 玉昆家族看到帕查拉公主有机会 所以开始为其助力 此前宋沙瓦丽王妃很少露面 最近我们看到她经常和帕查拉公主一同做捐赠 而她最近的状态也比之前好很多 脸上露出了罕见的笑容 泰国社交平台上也是频繁地出现 帕查拉公主年轻时的亮照 如此造势目的很明确 就是告诉马哈和泰国人帕查拉公主 这些年为了获得王储位置 付出了太多太多 玉昆家族有些按捺不住了 这对于马哈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 毕竟如今她还能够帮助提帮国王子 折挡一下 如果玉昆家族能够忍住 等到马哈离开之后再发难 彼时提帮国王子就完全没有还手之力了 不过她也有自己的难处 即便是玉昆家族发力 马哈也无法完全将帕查拉公主排除 在王储之争以外 因为她的子女中没有能够担当重任的人 与其信任施灵通公主 还不如信任自己的女儿 或许她只是在想办法 不让泰国王室出现女王罢了 至于其他 让后人去解决吧 都知道泰国是一个郡主立宪制国家 保留了拉玛王朝的王室 然而经过上一任老泰王普密棚的辛苦布局 原本只是一个符号象征意义的国王 却变成了具有最高实际权力的人物 可谓是真正的末后大布斯 而构成泰国王室的便是许多王室贵族家族 目前泰国有18个大家族 这18个大家族们掌握了整个泰国 差不多70%的产业 可以说只要他们打个喷嚏 整个泰国就会感冒 而18个大家族里有4个大家族 是贵族中的贵族 与王室牵扯的特别的深 其中就有玉昆家族 玉昆家族起源于泰国王室 从拉玛武士时期便发展非常迅速 到21世纪的时候 玉昆家族虽然是不负往日的光鲜 但是在泰国依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中的代表就是王太后势力 吉一泰王妃宋沙瓦丽帕查拉公主等等 玉昆家族的成员在军队外交 内阁商业等均有分布 虽然钱可能不是最多 但一定是这些老牌王室中身份最高的 毕竟人家祖上可都是出过国王的 而且近些年来的王太后和泰王妃 以及最有权力的大公主 都是他们玉昆家族的人员 玉昂逐渐笼玉昆家族 为宋飞64岁的生日做预热 竟然举办了全国各地的祈愿活动 尽管苏蒂达才是泰国王后 可是宋沙瓦丽的影响力显而易见更高些 一母妃的真身份依然是高贵极其 上世纪70年代 玉昂婚娶了19岁的宋沙瓦丽 玉昆家族和王室喜结良缘 实际上从玉昂的婚纱照可以看得出 全过程苦笑表情不自然 这一新郎像是被绑票了一样 这一段婚姻尽管是保持了20多年 可是在完婚的第二年 玉昂就爱上了演员于瓦达 宋沙瓦丽为了更好的王室和家族的权益 委屈求全剩下了帕公主 想不到还是没有办法反转行事 泰王正式的联姻 针对玉昆家族而言是高于一切的荣誉 但是也毁了宋沙瓦丽的一生 马哈不肯被玉昆家族操纵 但也深深损害了正式 这一份情债也到了该赔偿的情况了 近日呢 宋沙瓦丽将要迎来64岁的生日 泰国王室竟然提早一周就逐渐加热 排场竟然比苏提达王后还要大 那样的局势是泰王想要见到的 后宫嫔妃持续争斗 相互之间削弱 曼谷王朝的执政才可以更加的牢固 马哈称帝的情况下 跟苏提达王后举办了三天三夜的加冕典礼 宋沙瓦丽也被侧离为了一母妃 在典礼上 苏提达还犹如婢女 爬行叩首 泰王正式 那个时候由于礼仪上的问题 走上了热搜榜 不难看出宋沙瓦丽尽管离开了王室 可是知名度和整体的实力却不可小觑 依然是泰国的后宫最身高居位的女眷 只遗憾如今宋沙瓦丽偏瘫在床 吃穿住行都需要有些人照料 因为脑中风连嘴巴都没有办法合拢 宋沙瓦丽如今行走不便 参加一切场所的国家公务 都必须43岁的帕公主在身边守候 就算是泰国正式早已疾病缠身 王室依然是害怕懈怠 马哈为其妻子在全国各地范畴内举办了祈愿活动 泰国官网早已经公布了祈愿信息的内容 写着祝福姨母妃生日快乐 面向全国征集生日祝福 现阶段王府警和万圣丽纳府的官方已经做出了回复 风拥而至为姨母妃64岁生日做加热 不难看出宋沙瓦丽即便离了婚 王室依然有资深的传说故事 马哈几乎害怕懈怠 泰王对宋沙瓦丽仅仅没有感情 别的礼仪知识依然是非常全面 而且将姨母妃摆放在很高的位置上 玉坤家族是泰国的望族 跟王室拥有着剪不断的联络 马哈显而易见如今才想通 当年20岁出头的马哈头脑简单 觉得只需要解决政治联姻 就能解决玉坤家族的拘束 而现在看来真的是想太多了 好了 今天的娱乐点演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给我们的频道 拜 明天见